來,這個是Python其實真的我覺得不管哪一個程式語言 其實他們靠的都,現在都已經靠的不是本身的程式語言多厲害 而是靠的是那些Separty的外掛模組 可以來加強你的語言本身的不足 所以,像我不知道現在各位會不會用一個網站叫Github 然後上面,或者是很多Google Code 我想Github好像是,不行對不對? 競爭對手嗎? 反正有Google Code,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有放程式,或者放Library 那,還有OpenBundry好了 他們其實有放很多Library可以用 那這些,你可以拿來自己直接用,然後不需要再自己重新刻文字 然後,用的方法在Python,有兩種用法 其實就一種啦,就直接Import進來,只是Import兩種 Import,第一個是 Import兩種方法,一個就是單純的要Import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沒有看到,Import這一個Module進來 那,當你要使用它的時候 跟我們下面這個,From什麼什麼Import 這個兩個差別 這個是,因為你只打了這個東西 所以它需要完整的NameSpace名稱 才可以把這個Module拉出來用 像這個拉出來用 所以這次Module就會變得比較長 那,但是如果說你是用FromImport的話 你就知道說你是從這個Module裡面 拉出這個Mass或這個類別出來 因為這樣,這樣拉出了之後 程式碼就可以看得到它,看得到它,看得到它 所以程式碼就短很多 這個有一個困擾是 我在學程式的時候有一個困擾 就是 我怎麼知道 我可以用這個,我怎麼知道我可以用這個 那,我想這裡也許是很多人的困擾 我自己學到現在的結果是 就是 其實沒有捷徑就是 就是多看多練習 你就會知道有哪些模組 然後多看官網的那些文件 把它當,印出來當枕頭睡覺 你就會知道說 嗯 當我需要 處理數字的時候 假設我要處理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模組會用 然後 這個在Jungle裡面 會更明顯 因為Jungle裡面 你會莫名其妙的什麼什麼 Input 什麼什麼Http 然後 Contribute 然後Jungle 然後 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 我要知道這個 我要知道這個 因為 因為我們不熟啦 所以 如果當我們熟悉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個很理所當然 而且你會知道 這個東西 的原始碼 會在哪裡找得到 那 其實我結論就是 多看多看文件 這沒有快的方法 好 好 那 如果你要怎麼樣去 那邊的東西 呃 你要如果你要檢查說 你現在電腦裡面 有沒有裝某個某個 某個程式語言 某個 module 的話 最簡單就是你進到那個 中端機 然後 例如說我打一個 Input Django 因為Jango 我們下午會提到 Jango 你可以把它當成 是一個 module 來用 那 我們Input這個選擇的時候 它出現 Input Error 它說沒有這個 這個類別 那不是 沒有這個 module 代表說你沒有裝 那 安裝方法 其實通常很單純啦 就是在Python來講 它的安裝方法蠻簡單的 就是你可以去原始碼拿到 然後 通常會打開 就可以把那一包解下來的東西 安裝到你的電腦裡面去 或者是有叫Stayup Tools 這個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這個 還蠻方便的 這個要看一下 是要PyP的網站 PyP 這裡有放了 那個 當你要 我們剛才那個問題就是 我怎麼知道 我問哪些模組要可以用 然後 除了自己多看文件之外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 一個縮影 所以其實也沒有真的那麼苦 就是你要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 可能是你要的 module類的功能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找去搜尋 這裡 像這個地方 還蠻多人在更新的 一直有放上去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搜尋 它會搜尋到相關的 module 所以 其實你可以找得到 看你的用途啊 通常你用一些關鍵字 可以快速的找得到 這個叫做 PyP P-I-P-E-Y 這個你可以 可以在 那個Python的官網 可以找得到這個連結 這個模組的 這是一個 那個package的 類別 的模組庫 可以擺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我們還有十分鐘 我們剛才自己寫一個 自己寫自己的那個module 我們要動手打鍵盤 要寫module的方法 其實是蠻單純的 就是 來 我先建一個 其實我 只有兩個檔案 兩個檔案 一個叫做 my module 就是那個module的名稱 然後test 就是我們實際要跑的程式 所以 我把這一段 例如說這個好了 複製起來 好 好 我有個檔案 我存檔叫做 my mode.py 並且裡面放了一個 method 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 簡単的 print out的一個 一個功能而已 那 如果 那我要怎麼把它 import進來用呢 import進來就是 有 然後 你再打名字就好了 我記得好像會出來 對 你只要打名字其實也可以找 但是呢 我要呼叫那個名字嗎 我剛才提到 如果你是用 info打的話 你需要把完整的東西打出來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在 module 我們的module其實長這樣 就是一個簡單的 這是 method 其實不一定要放 method 你可以放class 在裡面 那 我們這邊只放簡單的 method 在這邊 接下來 如果我們要使用它的時候 我們就用 info 那個module的名稱 其實就是那個檔名 然後 不要點ty 再來就是 用那個module的名字 因為我們這種寫法 我們需要把完整的namespace 打出來 所以呢 就要變成 mymodule.happy python 如果你是換成另外一種 如果你是換成這一種的話 這種 from inpo的做法的話 你就不需要把那個完整的東西寫出來 這樣其實你程式碼會變得乾淨一些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檔案 其實我們現在檔案 到底是發在同一個資料夾 那 久了之後 其實就會亂 所以呢 我想說 我可以 我要把它放在不同的 資料夾裡面 看起來會比較專業一點 那 我 我把 例如說 我建立一個資料夾做happy好了 那我把我的 我的mymodule這個東西 搬進去 咦 不讓我搬 我把這檔案搬進去之後呢 然後其實什麼事忙不用改 你看 好 他用 他用目錄 目錄做分隔 我們這邊就用一樣 用名 然後用小數點做區隔 那 這邊的 唯一 當你這樣執行的時候 應該會出現錯誤訊息 他 他出訊息是說 找不到模組叫happy.mymod 那 是因為 少了一個東西很重要 叫做 這個是 是 那個 這個在 Python裡面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 底線底線 init 底線底線.py 這是一個特殊的檔案 這是一個特殊的檔案 這個在堅果裡面也很常出現 當你把這個東西放在某個資料夾裡面的時候 就代表說 請把我這個資料夾當成一個module看待 所以 當我 在裡面新增一個檔案之後 新增這個檔案 然後其實你可以不用打任何東西 然後你的結果就會出來 就是你要的 那 為什麼要分 首先其實為什麼要分這要夾 因為我們這樣可以把我們的module 一包一包的整理更清楚 那再來就是 你的module裡面在Python的規定 你需要放一個 底線底線 init 底線底線.py 這是它的一個規定 那那個檔案其實什麼都可以不用寫 你要寫也可以 你要這邊寫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寫Python程式嗎 那會有什麼結果呢 就是它先執行 它就是 其實它 它就是 這個裡面的程式碼會先被執行 然後執行完之後才去 去做 import的動 就是再把那個 後面那個指印出來 請問 請問 你的underline IIT underline underline 在你老師做過這案裡面 最常放的是 大概要做什麼事的東西會放在裡面 如果 如果我要把它當成一個module用 就像這樣 就是我把某些程式碼獨立出來 某些邏輯 例如說我是要做檔案上傳的好了 或者是我要修改圖片 而且功能因為它們都很接近 我希望我在下一個案子也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我決定把它獨立出來變一個module 那它的存在價值就是 它只是一個識別的一個檔案 就代表說 例如說我這個地方 我用happy這個叫假 代表我 到時候我在 importhappy的時候 我這個地方我在 import它的時候 我是找得到的 那我不放的話 這個地方就會找不到 因為它不會被當成一個module 這樣理法就會出錯 那幾乎所有的Jungle的 其實Jungle裡面有分成兩大部分 一個叫做project 就是一個狀案 然後呢 每一個project裡面可以有很多個app 但是其實 這個project本身就是一個module 然後這個每一個app也都是一個module 也都是 所以我們下午在建裝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在create 自動用那個語法幫你產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 每一個資料夾裡面幾乎都有擺一個點在那一梯 很多地方都會擺 那個不能拿掉 你拿掉 它就會被當成module看待 你的程式碼就會錯 所以它的存在價值 它其實有它 它除了辨識之外 它還可以放程式碼在裡面 可以做一些先行 先做一些事情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那個在寫 程式碼 我們很多時候做完 不會就只有做這一次 通常我們還可以 很多功能做完之後 就還想繼續 以後可以繼續沿用 或者是改版 所以這個寫的這個方法其實很重要 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寫 那這裡其實我有提到說 這裡有一些把那個程序 例如說我建議一個資料夾 叫做Tapping 然後放一個底線 底線INIT 然後放進去 然後這裡也提到說 INIT做什麼用的 這個其實我建議各位 這裡實際刻一次 就是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module 然後即使是一個print 一個 method也好 自然知道說 原來我module是這樣運作的 然後我這個import 什麼什麼 代表什麼意思 不然就是其實 一樣我們那個來 這個代表說 你是從一個資料夾 叫做Dismo這個資料夾 然後你 不然不是資料夾 就是從 這沒有資料夾 這是同一個啦 但是如果說 這個不準 你從Jungle來看 不然 你從 http 點 一個 contribute 然後點 什麼 response 好 然後 input 什麼東西 這代表說 你一定可以在你的Jungle saucecode 的 saucecode 你放置點BY 你的程式碼 你的類別就是寫這個 然後你的import 因為你是從這裡面 import某些東西出來 所以當你要debug 你要抓問題的時候 網路上有時候 Google不一定找得到 你去直接看你的程式碼 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 原來這個地方是做了什麼什麼事情 然後很多的密記是文件沒有寫的 然後或者是很多問題是文件沒有提到 這裡 有問題嗎 有疑問嗎 其實 Python寫文件還蠻容易的 就是資料夾 檔案就進去 然後放固定幾個 知識檔案 就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動了 然後你如果 你去下載 別人寫好了 你打開其實 你看到也是長一樣的結構 只是他們可能資料夾比較多 因為分的比較細 但是就是 就是一樣的結構 就是資料夾 資料夾 INIT 就這樣 一些方法 一些基本資料結構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 三個東西 一個叫laste 一個叫做dictionary 一個叫做tuple 一個叫做tuple 那 這三個 在 不管是在Python 或者是Django 程式裡面 都是很常見的資料型態 所以請記得 list 你可以把它當陣列看 然後就用中括號 dictionary 用大括號 tuple 直接用小括號 換一 它只有一個元素的時候 請加一個小豆點 一個豆點 這樣就好 那 它們的操作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像 它不管你在切斷 或者你在算長度的時候 都是 很多 method都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 list的話 這邊要記得就是 list configuration 你可以用很簡單的語法 可以寫出 例如說 for i 等於多少 然後 可以傳回一個list回來 dictionary 它就是長得像 它是一個key 一個value 所以這邊最常用的 大概就是items keys values 還有 曲值用的這個 雙括號 曲值 可以直接抓某個key 得到某個value 大概 比較常用的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那 那個tuple的話 其實tuple跟list 有點像 所以 基本上它怎麼用 它大概是怎麼用 其他 例如說像自串 那個什麼 那個數字 或者是自串 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自串比較多是在處理 例如說 你要分割 你要替換 你要搜尋之類的 其他 大部分常用的就是這些東西 那 接下來我們要提的是 在最後一個部分 在Python裡面也要寫 Oop 要怎麼寫 Oop 它用那個關鍵字 是用class這個字 這個關鍵字 然後 類別建議首字大寫 建議它沒有強制 通常我們在做類別名稱的時候 都會用大寫開頭的字 以來跟其他的 method 或者是一些 instance 做區別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而且其實這個 如果你在某些程式語言 例如說 像Ruby的話 它的規定 它的規定 那個class的 那個名字 一定要大寫 所以 其實我覺得寫大寫 也沒有什麼壞處 就是看起來比較清楚 然後 這裡你會看到幾個master 是 常見的 這裡有兩個 叫做 enit跟delit 他們前面一樣 都有兩個底線 這都有 那 這兩個的用法 嗯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叫做 建構子 這個叫做結構子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並不是 它只是 那個類別起來之後呼叫的第一個方法 它並沒有像一般的建構子那樣 又還有配置記憶體 它並沒有 它只是一個第一個執行的方法 所以 呃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建構子用 也OK啦 反正你就知道說 enit這個master 是當你這個類別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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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化的時候 第一個會執行的動作 那這個就是 當你那個 instance 呃 如果 死掉 就是它生命中期到了之後 它會執行的動作 那其他 你如果你要定義master的話 一樣是用 def 要注意縮排 這個要縮在這個裡面 不知道會出錯 所以 你再縮排 縮整齊 然後這個縮整齊 再來就是 在類別裡面的master 它的第一個參數 一定要sell sell是自己 自己 其實我每次都很不能量解這樣的行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既然都一定要寫為什麼不能省略 不過 反正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 因為我們是 我們只能用 那我 我自己是 這個其實打習慣就OK 然後我自己就是覺得 有時候會 忘了打 不過這個在 如果你是用一些 比較方便的那個便器 像我們剛剛那個便器 在類比裡面打def的時候 它會連那個def s吧 它會連那個self一起帶進來 所以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好 那 這裡的master 就這樣寫完之後 一樣 像這個地方如果 你沒有要做事情一樣 要寫給一個pass 當你類別寫完之後 你要把它實體化 就是 你要 用它來new一個類別 它不需要用new這個字 它的做法就是 去 那小括號呼叫那個類別 它就會產生一個實體出來 那你要呼叫那個實體上面的方法 就是say hello say hello 指帶進去 注意這個指帶進去的時候 它不會帶這個sell 因為sell不是指他自己 然後這個指會帶進去這裡面 所以它會print出來 hello 然後wars就帶進去的這個結果 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那 最後一個是 這個print a 會的a 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我們來看 這個如果 我們用一個筏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當你只是單純的把A print出來的話,它會出現一個這個東西 它出現一個object,然後會看起來像一個記憶體位置 這個就是它那個,如果你沒有幫它實作某些方法的時候,它就會把那個物件給印出來 它印出來結果會長得像這樣 那如果你剛剛看這個範例裡面,提到有一段是這個 有實作一個叫STR,然後底線 有實作一個這樣的method,就代表說當我被印出來的時候,我會呼叫這個delegation的方法 就是它會呼叫身上的這個method 所以 印出來,它就會印出自己 This is class A 那如果你把它拿掉,它就會印出那個物件本身的東西 那最後,最後,我們剛剛講到在這個,因為這個實體已經沒有要用了,就準備要被回收了 所以它會在回收的時候,會再印出一個goodbye Python 所以基本上在那個OOP的寫法大概是這樣 就是,有幾個重點是,Init的這個method是開始的 Bit這個是結束的,不過這不常用啦 因為特別是我們在寫Web的時候這個比較不常用 那STR這個其實會用到,我們在晚點做,在建國上面做後台的時候,這個會用得到 好,我們大概會看怎麼做 那其他的,其實就沒有太多,太特別的東西 喔,這裡看到一個很特別的,這個 這個 這一個其實,你看到一個叫做object這個東西 這個類別,它其實是所有Python的最上層的那個頭的來源 所有的類別,不管你今天有沒有寫,有沒有放進去,它都會是基層字他 有寫沒寫的都是 所以,它最上層的那個類別是object 那,private method,其實在某些程式語言是有 就是它有public property跟private method可以用 那在這個地方呢,其實它沒有真的一個,這個叫做private這樣的方法 那,它的實作方法就是,你在前面加兩個底線 然後在前面加兩個,再加兩個底線 然後你在呼叫它,例如說你在那個class B 按出來之後 你點兩個底線,它會呼叫不到 它會跟你說,它沒有這個屬性,沒有這個 method 所以,但是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呼叫到它 因為它不是在同一圈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private method來用 只是,我好像也不是很常用到這種東西 因為應該說在學web的時候 因為應該說在學web的時候 不見得有,就是那種private 或者是,這樣東西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很多都,基本上就是 你那個每一個action都是public 然後,你的其他的method都是包在整個jango裡面 所以其實要拿來拿來,拿不太到 再來,我們看繼承 OP裡面的繼承 繼承 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最上層 這應該是大寫啦,這不是小寫,這應該是大寫 然後 繼承就是用這個瓜糊 所以,以這個地方來,這個是老爸 老爸上面其實還有5件,還有object 那 這個兒子繼承是老爸,所以是瓜糊 這樣瓜糊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你繼承是他 所以你為了他的public method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然後,他想有多重繼承 那 好壞我不知道,這個我不敢講 但是,他是有多重繼承 就是你可以繼承自爸爸 同時繼承自媽媽 然後,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萬一你的爸爸媽媽都會有某一個屬性的時候 怎麼辦,會打架 其實也不是打架,就是有一個會被覆蓋掉 然後 其實你在 因為這裡,假設我的爸爸定義一個叫say hello 媽媽也定義一個叫say hello 然後,執行結果 會是,我記得是前面這個為主 會,還是後面其實 你在實作為是,你就大概知道 會,其中以某一個為主 那,我想在福建的是各位 想要看到的結果 那 所以,其實通常我們在做 我自己其實比較喜歡 單線繼承,我覺得多重繼承 會有一些,例如說那個叫 鑽石問題 就是當你去 你同時繼承這兩個類別的時候 萬一兩個類別都 有時做某些方法和某些屬性的時候 然後就不知道該聽誰的 好,然後 然後 我們的Python 的內容大概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 開始我們四分之三 的Django 有問題嗎 開始 Jango這東西 Jango 有人唸Jango,有人唸Django 然後,至於說 因為那個其實那個D 官方是說不發音的 所以其實唸起來就,這個這個是 應該就是這個D,就是剛剛都沒看到 然後唸起來應該像,就是Jango的音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官方提供的正確讀音的話 這個點下去可以聽得到 是官方提供的 這個就跟 數據集 有人唸Modern 有人唸Modern 反正你知道這什麼東西就好 就看你在什麼樣的場合 跟誰講什麼樣的話 有些那個場合 大概都叫 都念MySQL 有些那個場合就叫MySQL 所以 如果你發現大家 全部都在講Django 你就跟著講吧 不然你會覺得你在講什麼聽不懂 那它的來源是來自於 當初做這個東西 它是 為了做個新聞網站 去開發出來的 這一個 這一個 因為越做越好 就覺得說好像感覺好像不錯 所以就把Open設置出來給大家玩 後來其實 我是覺得它真的是不錯用 只是 它的更新速度有一點慢 然後 應該說它比較老實 它走那種平穩路線 比較不敢衝 那相對其它有些 那個 有些Framework在衝很快 它那個 版號一直在跳 功能一直在加 有好有壞 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做的 你的目的是要穩定 然後 Jango是個不錯的 選擇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 你要弄很新的功能 也可以 你可以去拉它新功能下來 其實也是OK 或者是 你要試試看別的功能 也 也還蠻好玩的 它的授權是 它的授權是 BSD license 授權如果有疑問 可以到 那個 OpenFoundry去問問看 那個BSD license 或是其他 license 做什麼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它有些說明 簡而言之 BSD license 就是隨便你用的意思 就是你要拿去賣錢 你要拿去做什麼事情 你要說這個是 你的案子 你不管公司 或者是個人 的專案都可以用 穩定度的話 我自己覺得還OK 就是可以撐過一些流量 還短期蠻高的 不過 我那流量其實也不是大 也沒有到多大 大概就是 那時候是某一天晚上三四點 那時候 那時候 MS 他們發 發 會員電子報 發給MSN的會員 聽說八百多萬個吧 然後發電子報給他們 然後 就開始 那個流量就爆衝 那 那時候還趁了 就是 那時候當然是掛掉 因為那時候沒有 沒有做cage 然後 因為客戶也沒有講說 他到底會 他買什麼廣告 沒有買什麼流量 結果後來 因為 因為出來之後 那時候三點就跑去機房 開始 開始在現場 改成是嗎 然後趕快把 catch加上去 那個很明顯 那個硬碟燈 都是一直紅的 然後你 網路線只要一插著 沒辦法打字 連登錄都登錄不了 所以網路線一拔掉 整個就很順 所以 就網路線 那時候是做法 網路線拔掉 開始每一行 就是該做catch 然後接回去 就好多了 所以 他其實 他可以做得很 他對於那些高流量 你可以 也是可以撐得住 那 如果你還很好奇 或者說 到底有誰在用這東西 你可以點這邊 過去看 你可以看到 有哪些 希望沒有設計網站 好 反正就是 有這些 這些網站都還在用 他們 都 這是用Jungle在做的 那 其實一開始我們有提到 Python版本的問題 Python版本的問題 還蠻麻煩的 因為 目前來講 我們待會來講的 那個 Jungle版本 只有支援 Python2 2點多 3點多 目前還不行 然後傳言 上禮拜聽到傳言 就說 已經有在 也在改了 然後 什麼時候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在改了 再來另外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是 hosting 你要在台灣找Jungle的 找PythonJungle的主機 不好找 然後 大部分你要找 都PHP NHP G多 然後所以像 PythonJungle 或是RubyRail 之類的東西 不好找 所以很多是選擇自己架 然後 我自己是用 Amazon的 雲端主機 現在什麼東西都要雲端一下 反正就是 那個 AWS的東西 因為上面可以 可以 可以放 可以 安裝你自己想要的環境 在這之前 我是在內湖那邊 找個機櫃 然後 就是跟他租一個 就租幾個Rack 然後機器房裡面 去養機器 那 車門比較高 現在有這些AWS可以用 其實方便很多 那 如果你想要找現成 這裡也有一些 就是 這是Jungle官網上面 提供的一些 就是 你可以放 Jungle的主機 然後這裡旁邊的價錢 可以參考看看 其實我這邊我沒用過 因為我自己 覺得 要跟別人共享 同一間房子 我會怕 然後 再來就是一個很麻煩 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坊間參考書 還有網路上的資料 Jungle的書 坊間的書幾乎都是 因為現在1.3版本 就是 坊間書好像找不到這麼新的 好像還只有一本 還是沒有 那 甚至有一些 以前 一開始不錯的Jungle的文件網站 現在也都停止更新 那只更新 0.99 1.0 就停了 1.3 因為他後來後面後來就沒有再追了 那 我覺得這蠻可惜 因為文件是 一個 很重要的生命 沒有文件 大家就 不是那麼 很願意用 好 所以先 不過還好 官網的文件 算是很奇啊 它的文件這裡就有提到說 它有針對各個地方 例如說針對model 針對template 針對view 針對表彈 什麼 這些都有一些 說明的文件 我覺得算是寫的還不錯的啦 以文件來講 那 看的時候也請注意 這裡瞎選單 不要選錯 不要選到那個 舊版本 因為有些版本 等於法式可能不太一樣的 然後這裡 我記得它有開發中版本 如果你看它這個開發中版本 可能會有些新功能 新語法是 還沒支援的 那接下來 Jungle的要學它 其實我覺得就是 有兩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 你除了要會Python的語法之外 你還需要一些 網站架設的經驗 包括說 我今天如果做一個A頁面 我個A頁面 然後傳送表章 Pox到B頁面 所以 如果你連Pox的 吃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那會 比較辛苦 那 因為你只知道 跟著人家這樣做 可是你會 不知道它 如果要變化 你會沒辦法弄 所以 如果你也曾經有其他 不一定PHP啦 就是其他網站開發經驗的話 其實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把那些經驗挪過來 然後 然後 再套上一些朋友 說不定 其實做起來蠻快樂的 再來就是安裝時間 請各位 那個準備要敲鍵盤了 那 其實我這裡有貼好一些程式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不喜歡 如果你想要直接用的話 你就是 就是 就把這一段只能抬起來 就把這一段只能抬起來 通常不見 要 要注意喔 前面那個 那個 這個箭頭啊 指的是Share的環境 所以那個不要抬 現在就可以做了嗎 現在就可以做了嗎 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它會透過WGAT的那個 這個小程式去 把板案拉回來 然後拉回來之後呢 待會就解壓縮 再來就是安裝 安裝它 安裝其實是很方便的 因為它安裝 就跟一般的Module一樣 通常是切到 那個Module的資料夾 然後Python tub.py install 就結束了 所以 那個 那個外面 外面的跟那個 怎麼貼 就Windows選的東西 在 Ubuntu 怎麼貼上去 欸欸欸欸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 我是在 兩個都是開Ubuntu 好 其實各位可以開始貼這個 就是 找到這個 這個網址 或者其實如果假設你這邊不方便的話 你也可以連到建構網站 它的官網其實就有教你怎麼這裡 連過來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 你要自己手動下載 然後下載在某個地方解壓說 進到那個資料夾 按 再執行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就可以了 那 前面那個 那個速度是 需要 路的全線才可以做安裝的動作 所以 當 如果你 你打前面 如果你沒有打速度的話 安裝會失敗 那 如果你要打速度 他會問你密碼 密碼應該是 4個0 或6個0 看你用什麼登錄 那 反正 試一下如果不是4個就是6個 那 我是自己用的是這種方法 就是 我把 反正我把那個連結拉下來 然後用 WGATE的一行 扣過來之後 就貼到中單機 然後他就開始下載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它是 壓縮解壓縮的指令 後面那個參數就是把它解開 然後解開之後 會有個這個資料夾 進去之後呢 就是把這一串打上去 然後他就問你照密碼